7月1号 基隆成绩转运站正式启用 因应正式上班日的第一天 早上一大早6点半 一直非常关心通勤组问题的立委林佩祥 特地到现场了解上班尖峰时间 通勤组使用基隆成绩转运站的情况 并且听取新声 这么长时间 好像监狱一样 好像绕一个签子进来 对不老子 他们都能改善 林佩祥认为在基隆市政府努力下 整体运作状况 瑕不掩瑜 通勤组民众可以在室内等车 不用再日晒雨淋 不过部分站点的排队纵深不够 导致人潮容易溢出 以及乘客进出站的动线 和指示标示不够清楚等问题 还有再改善的空间 所以飞翔一早 就特地早起过来看 从6点半 看到差不多现在7点20分左右 我们来看这边整个的移民状况 那目前来讲 营运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狭不野 本身来讲里面冷气够冷 然后大家不用晒太阳 这都是好事 不过有几点配想特地要提出来的 第一点就是针对这些各大路线 在后车排队的时候 整个动线的众生还是不足 也就是说如果像1813 1800甚至1573这些大路线 一下忽然人潮拥有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造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排队人潮 会直接溢出来 直接影响到我们来往行人的动线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去改善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标示还是不太清楚 那标示如果清楚的话 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的从下面的入口 直接到上面的后车处 或者从外面的这个公车后车银 直接进到内面的国道公车后车银 我认为这两点是目前 我觉得最需要直接改善的 林佩祥也指出 没有办法一下子把乘客进出 乘机转运站动线 调整的很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于受限于商店街修缮的空间 阻碍到乘客进出的动线 我们商店街现在还没有好 不过商店街的修缮空间 也的确直接挡住了我们现在行人的动线 会让我们所有后车的好朋友 变得稀为不方便 当然如果我们商店街能够早点完工 那我们的商店街能够早点 把那个行人的走道空间让出来 会对我们整个我们成绩转运站的动线 会有极大的效应 林佩祥肯定基隆市政府的努力 让基隆成绩转运站顺利在7月1号前后正式运作 相信逐渐改善部分缺失后 会让通勤族以及乘客进出站和上下车时更方便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